我小時候煮卵 炎食用三個 我還沒進去 我還沒進去 我會在近來吃 我們偶爾去吃放題 都是貪他的食物 夠多選擇 日本有一間餐廳 都有放題吃 不過就只有兩種食材 給大家選擇 雞蛋 白飯 沒錯 就是生雞蛋放題 在東京千石站附近的路邊 突然間見到有一個與別不同的門口 招牌差不多被植物遮住了 起 三 廊 農場 這位高木先生就是這間餐廳的負責人 他同時也是一位雞蛋師 這個雞蛋和雞蛋的素材 有些雞蛋和雞蛋的素材 是像雞蛋的素材 像是香醬的味道 而不是雞蛋和雞蛋的素材 而是有才對雞蛋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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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都以為 品蛋師和 當然是吃盡 世界上不同種類的雞蛋 但原來要判斷一隻雞蛋的素材 不單只要吃 還要追溯雞蛋的來源 看起來很難以為 育て方や餌などによって 有様々な卵があるので 良い卵を選別するのは難しいのかな 背景の情報があれば この卵はこういう味がするなとか そういうのは分かります 高木先生就話 日本大約有1000位品丹司 好多養雞場的管理人 餐廳的負責人 賣雞蛋的商人 都會透過筆試去考取這個資格 日本では卵は一日に 一個しか食べない 昔から伝わっている でも今実際そういうのは関係なくて 為了令更多人了解雞蛋背後的知識 日本卵業協會 就成立了品丹司這個資格 一行入起三郎農場 就會見到整張桌子都放滿了雞蛋 晚餐時段來的話 1300円就可以在一小時內 任選任食生雞蛋混飯 日本雞蛋的特別之處 就是會在雞的資料中下工夫 透過混合不同的食材 去調教雞蛋的味道 和蛋黃的顏色 高木先生 在不同的本地養雞場上 正挑細選回來的雞蛋 一共有8款 好 這裡這麼多款雞蛋 我們逐個試試看 每一隻有什麼分別 首先 一號介例 被譽為是植羊蛋 就這樣看 已經見到蛋黃的顏色 真的好像植羊那麼橙紅 為了試出真厚味 我決定連飯都不混 直接生拍雞蛋 下肚子 那種香得來是很濃郁的 這隻蛋黃是用Papika去調色 所以它的顏色才可以 這麼紅當當的通口 哎呀 這麼白的蛋黃 我都真是第一次見 看上去就真是怪怪的 二號大米蛋的雞 主要是吃白米大的 膽固醇是正常蛋的三分之一 是一顆健康之選 吃下去就清淡一點 其實就沒什麼味道的 三號蛋就有個稱號叫青芝卵 即是藍色蛋的意思 因為它的蛋殼是有一點點淺藍色的 這個夾得起 哇好害怕 我整個部分 這隻蛋黃雖然就脹薄薄 但吃下去又不是那種很滋潤很濃厚的感覺 味道就偏鹹 四號草藥蛋的雞 是吃草藥帶 蛋黃裡面有一點點的花紋 味道就比其他的都甜一點 五號是唯一一隻瘦精蛋 即是說它是可以敷出雞仔的 它的蛋黃是好像檸檬一樣的黃色 味道雖然就清淡了些 但原來瘦精蛋的營養價值是特別高的 很多大吐婆都會特地買來吃 六號赤紅蛋的濃度都跟一號有得比 味道不算突出 有味 是真的有柚子味 七號柚子蛋 是全店最受歡迎的雞蛋之一 這個我想你閉上眼的時候 你會以為你在吃柚子的東西 它是很強很強的柚子味 很香很清甜甜的 我覺得很特別 我想真的前所未見 原來蛋是可以這樣做的 這個我會想繼續吃 最後一隻八號香橙蛋 看看橙味濃不濃 這個很濃稠 怎麼玩它都還沒穿的 這個 好漂亮 跟柚子蛋不同 這隻是甜點的 它很濃蛋黃 後面是有一點橙的味道 我覺得很神奇 吃了這麼多隻蛋之後 我才真的感受到 原來雞蛋是可以有這麼多種 味道上是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 當然是很想要能吃 蛋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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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 成为了所有的卵 移居日本搜查 收录五个香港人移居日本的个案 提供落地生根生活贴士 由申请签证、买楼置业 都融入当地生活 淘酒他香懶人包